在近日的示威活動當中,不少人刻意用雷射光線射向警員,令到多名警員的眼部受損。 警方必須指出,這樣做有可能觸犯香港法例。 昨天晚上,在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對開,一批警務人員在現場維持秩序的時候,大批示威者用雷射光線照向他們的頭部,警員嘗試用盾牌遮擋。 這種行為,不單止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,更加令警員的眼部受傷。 單單在昨晚,已經有三個同事,因為被雷射光線照到,眼部腫痛、眼睛出現血絲,需要送院治理。 必須要強調,被雷射光線射到眼,不單止會短時間影響視力,之後都有機會導致眼睛發炎,或者其他的眼疾,有可能對眼睛造成嚴重的傷害。 連昨晚,在這段日子裡,一共有九名警務人員,因為被雷射光線射到而受傷,部分人因此,還未能重返前線工作。 就是他們被雷射光線照到的時候,眼睛只是有少少的不舒服和刺痛。 但當他們看醫生的時候,才知道視望莫受損的程度。 任何人,故意使用雷射光線,干擾阻撓警務人員的工作,有機會干犯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。 以雷射光線照射和傷害他人的眼睛,就有機會干犯普通襲擊罪,甚至構成更加嚴重的傷人罪。 而這個雷射槍被用作傷害人的工具,就已經是攻擊性武器的一種,藏有的人有機會干犯藏有攻擊性武器。 MINGOV